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作品包括方方面面,有的是小说,有的是戏剧,而在这些经典作品的背后,也彰显了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大。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聊一聊《谁虎传》里的一位人物,在这部小说的人物结局中,就数他的结局最好了。 只因为他清楚明白宋江是什么样的人,于是就找了一个回老家看望母亲的理由,早早地从梁山离开了,从而逃过了一劫。 在这部古典名著中,我们认识到了很多英雄人物,在他们之间只有兄弟情义,并没有太多的封建理解。 他们被称为梁山好汉,看似是山贼主匪,实则是为百姓身向正义。 在梁山有很多都是有背景的人物,他们也是无奈上了梁山,而在这些梁山好汉的结局中,他的结局可以说是最好的了,因为他知道宋江是什么样的人,于是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回家看望老母亲的借口,而离开了梁山,这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这个人就是公孙盛,很多人其实都不太清楚他的人物设定,他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人物,因为他简直就是一个神算子,所以他在很多次的打仗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 例如,卢俊逸和李柱斗争的时候,人人都称卢俊逸是最厉害的人物,但是在那次的战争中,如果没有公孙盛,那么他就很难取得。 宋江也是如此,其实,公孙盛下山帮助宋江也是受了他师父的命令,他为宋江出谋划策,打仗的时候布下阵法,其中八卦阵就是他布置的,宋江也因此获得了胜利。 他还要咬咬清,并说他作为自己的徒弟,就是这样厉害的人物,在宋江眼里却不被重视。 他在梁山待的时间也最长,他很清楚梁山上的人的性格,尤其的宋江,同时也正因为看清楚了宋江的为人,所以才会选择提前离开梁山。 宋江一直都想着为朝廷做事,而公孙盛多次劝他,他依旧一意孤行,甚至都在不在意公孙盛说了什么。 于是,公孙盛就说,自己要回家看望老母亲,要提前离开梁山,宋江对他的离开也丝毫不在乎,所以才最后会导致梁山好汉都被朝廷所杀害。 公孙盛劝告宋江不要和朝廷为伍,说明他清楚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得失,而宋江却一心想要为官,他认为自己身边有无用,所以就不在意公孙盛。 可是,他却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个推向了悬崖,也只有公孙盛活了下来。 由此可以看出,公孙盛是多么有智谋,是他最先看清宋江的心思,所以他无奈之下,也就找了一个回老家伺候老母亲的借口,早早地离开了梁山,而他的离开也是最好的结局。 返回搜独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